在美中领导人旧金山会晤的推动之下 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跟中共中央军委刘正丽举行了视讯对话 美东时间21号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跟中共中央军委 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正丽举行视讯通话 美军发布声明指出 双方谈到一些关于全球跟区域的安全问题 布朗也重申美中军方保持沟通的重要性 中方则强调要恢复稳定的对话关系 美国对中国要有正确的认知 应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而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也应尊重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益 尽管美方释出善意 中方态度依旧强硬 目前也还不清楚 中方是否同意定期跟美方举行军事对话 或重启军事热线 不满美国前中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中方愤能切断美中军事沟通管道 但在上个月 美中领导人丘心山会晤的推动之下 双方回味将近一年半 终于恢复军事对话 不过双方在台海及南海等议题上 仍存在重大分歧 能否持续建立互信 还有待观察 陈伟仁编译 这次就01 ��证的战断